阿基斯,阿基斯,你好 你好,鳳師,觀眾朋友,大家好 阿基斯今天要介紹這家常,這還真家常耶 而且都是我記得小時候媽媽給我們喝的這個很好喝的湯 對不對,就是為了我們健康啊,希望我們多吃一些蔬菜 這碗湯真的全部都是菜 對 今天要做什麼? 以前煮的,現在這麼精緻 今天我們把媽媽煮的蔬菜湯會比較細膩,比較精緻 好,如果把家常菜升級,變成阿基斯等級的呢 一定要看美食風味才知道,我們看看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他 白菜灰煮湯 白花椰菜煮湯,有沒有喝過? 對 一定都有啊 那到底阿基斯,你們怎麼那麼高級 可以讓蔬菜這麼普通,每一家都煮過的菜更細緻 因為我們以前煮的時候,想到煮白花菜 都要煮白花,要煮一包 對 我們今天不用煮白花,一樣有肉味 我比白花香更香 好,趕快來看一看 不用加排骨,就有排骨香,這一定要看的 來,我們來看 首先最重要就是說,我會多了一個 真的沒有排骨耶 我現在首先會先用一個牛番茄 我們這個皮先吐掉 好 好 蘸一個芥末,因為我們注意看,我們火菜 最大的咖啡在哪裡 火水這裡 火水這裡 對 對 我們就利用這個火水 除了我們愛的香氣都加一加在裡面 滾一下就好了 好 這樣就好了 現在 雖然沒有蘸白骨,但是要讓它有肉味是什麼東西 來,我們以後把它切出來 大家要不要吃的,排骨要熬很久啊 對 我們這個下去就不用了 哇,它音色很漂亮 來,我們注意看喔,火水這裡注意看喔 連湯都不是那樣子白白清清的而已 哇,好清甜好香喔 我那邊要讓土味甜,可是香味不夠 對啊 沒有那麼香 這不輸排骨湯耶 哪有提示哪一個芥末啊 可以用火菜湯,連加排骨 就有肉香,真清香 香噴噴噴,又漂亮噴噴噴 我夢想學到大家的祕訪 要讓家常花菜湯一百分喔 雖然沒有餐廳,但是要讓它有肉味是什麼東西 來,我們以後把它切出來 這個加了之後真的就有肉味辣 培根 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加培根耶 因為培根有一點點淡淡的 芥末那個味道 芥末那個味道 它的油香跟茄紅一結合 扒在花碎上面 一下子就入味了 太好,因為我們家都有培根 因為那個早餐嘛 我常常有培根,固定都有的 對 大家要吃的白骨湯很久啊 對 我們切下去就不用了 對 我們切下去就不用了 現在培根就簡單切 切大塊喔 對,麥酒結結做 你給牠打就沒關係 這個動作就像一片的肉片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,我們肉店來 我們家好像都不會加這個 沒有肉的時候了不起 就是那個 蔥稍微爆一下 對啦,沒有啦 我們以前的時代背景跟現在不一樣 對啊 我們以前的時代背景 怎麼可以吃那個油 吃到培根肉呢 對,我現在用肉吸就不錯了 對啦,好 來,我現在這個 一樣要放炭,沒有油 好 通常我們是 要炒什麼 培根把它炒好香 要讓它有一點油 對不對 這個油我們這裡炒 蔥稍微 讓它翻紅色以後 扒在花碎上面 來 這花也要炒囉 炒一下,炒油大定炒 因為油這個 我們現在是炒燒油的溫度 儘管 它的滲透壓就比較高了 而且蔥稍微油的溫度 對 你說它的油,因為油 因為它在那裡油 蔥稍微油,它都溫度 好,來 家裡面都怎麼煮呢 我們家都是爆爆蔥 對不對 用那個蔥油 然後就煮花菜湯 對,現在油翻熟了 家裡肉片 對 來,麻煩,菜會給我來 用化好香 我現在這個 你看這個裡面真油,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們是滾起來 來,來 我們這裡看這個花水 每一粒花水 像是都要紅的 對 我們家裡的菜花 花水就是紅色的 對 都開花了,你看 對 我們這樣炒一下就好了 這個肉的肉香 就花水都滿調了 對不對 好,來,我們現在煮這個 燻水 這樣就是不只是 只有那個花的味道 還有花椰菜味道 還有番茄的味道 對,番茄的味道 對,培根的味道 對,我們現在 對,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煮 煮這個培根肉的肉 乾燥它滾出來 不要沉鹹 稍微再沉 好 麻煩你給我八分鐘的時間 好 八分鐘的時間 湯滾了 吃我們在下一點調味料 調味之後就可以了 是 很快對不對 有沒有比你們這麼快 白鍋煮很久 用培根就可以了 稍等一下 好,八分鐘到了 七分半而已 哦,這樣 好 來,我們注意看 鳳姿,注意看 來,我 讚 這樣剛剛倒下去就過去了 對,這老人家孩子 你如果正經說 煮到整個都濃去浮去也不好 好香喔 因為已經沒有口感了 對 好,來,我們現在稍微 來,鳳姿,來 拿一支清潔湯匙 你先嘗一下原味 然後再決定我們要下多少鹽巴的味道 好 其實有留在那裡鹹鹹的對不對 一點點 對,菜底都有 菜底有 我現在炒一點點一路就好了 一路 一路做的只是提味的動作 提味的動作 好 好 好 可以,那現在起鍋的時候 來,炒一點點清潔湯 對 第一點點的香油 米酒 這樣就好了 好 好,來,我們現在試試看 你看 白白的花圓菜 現在這樣煮起來顏色好豐富喔 對啊 對不對,又感覺很高雅 對 嗯 連湯都不是那樣子白白清清的而已 你看 是這種濃郁的番茄湯 來,試吃 喔 喔,好清甜好香喔 嗯 燒水油啊 會把那個番茄的那個 那種紅紅的那個 茄紅素帶出來的香味 茄紅,對 茄紅素跟那個油香喔 嗯 結合在一起 就我番茄炒蛋的味道 嗯 嗯 我以前這培根的味道 跟這個很合啊 合啊 嗯 嗯,好高雅的一碗湯喔 沒想到簡單的花圓菜湯 也可以煮得這麼高雅 對,它的口感怎麼樣 很好啊 很新嫩 還有培根 嗯 哇,真的好高雅喔 還是要先炒過 那個味道才會香 花圓的菜也比較甜 我一般這樣煮會甜 可是香味不夠 對啊 不太香 這晚上的炒好香喔 這不輸排骨湯耶 因為是番茄湯底 喔 加那個培根的肉味 嗯 一顆番茄 跟一片那個培根 可以取代一斤排骨 嗯 對不對 還更健康 嗯 吃吃看啦 用番茄還有培根 調這個味道 讓這個湯都會更好 然後稍微煮一下八分鐘 其實這樣子真的很好 而吃到滿樣好 讚 謝謝 謝謝 見須的 展示 wün 我們 我們 可以 隨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